我们再来看一下课程大纲 那为了保证同学们能够循序践进 全方位的掌握数据结构跟算法呢 我们这个课程将设计为至少分为三个阶段 加起来总共100个小时左右 那我们第一个阶段呢 就测中一些常用的经典数据结构 比如说二叉数、哈希表、去等 第二阶段呢 我们测中一些更高级的数据结构 比如说图、并查集、跳表、不能够力去等等 还有各种算法 比如说排序、KMP、贪心、分治、动态规划等等 好,那经过前面两个阶段以后呢 那同学们数据结构跟算法的基础就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们再进行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呢 就是测中于立刻和算法整体 就是第三阶段我们就开始做大量的这个算法题 比如说海量数据处理 还有字符章处理 那在掌握数据结构的这个前提下 对吧 然后呢 再学习一些常用的经典算法 接下来最后再进行一些大量的算法题目练习 我觉得啊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于消化吸收 而且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学习路线 我相信整套课程学习下来 以后不管是面试还是工作应用啊 相信大家都是可以熟练使用这个数据结构跟算法的 当然我们在第一第二阶段啊 就是前两个阶段讲解过程中 同样也会讲一些LITCO跟算法面试题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第三个阶段才开始讲算法题啊 我们第一第二都会开始讲一些常见的算法题 只不过每个阶段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那说完这个课程大哥呢 大家可能会有个疑惑 诶这个100个小时时间会不会有点太长了呢 首先你要知道数据结构与算法这一块的知识点本来就比较多 而且有些概念也比较复杂 所以你想要彻底搞清楚的话 肯定要花多一点时间了 而且我在讲解每个知识点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会讲的比较细致比较深入 也会做一些额外的这个扩展 另外我觉得同学们 你应该要嫌我讲的少才对啊 对不对 应该让我讲多一点嘛 对吧你花了钱那你不觉得应该是 学习越多内容应该越好嘛 对吧应该是这样子的 而且同学们也可能是看到一些其他的 数据结构算法课程呢 可能时间很短对吧 比如说十几个小时 甚至几个小时就讲完了 其实你想想时间短 这不是说明一个问题吗 说明什么呢 说明可能讲的不够系统 不够详细 那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你可能听了一个小时的课程 那课后呢可能至少要花五到十个小时的时间去消化吸收 还要自己去慢慢琢磨 那如果这个老师讲的非常非常细致的话 你甚至也能理解的更加透彻 那你课后复习巩固 所花的时间不就更少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课程呢 我觉得应该是同学们应该要嫌我讲的少 老师你这个讲课的时间应该越长越好 对不对 应该要这种态度才行嘛 对吧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我们这课程呢 分为至少三个阶段 对吧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放出来 就是同学们消化完这个阶段 我们就开始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消化完 我们就开始出第三个阶段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来着重看一下第一阶段的这个大纲 那我已经把这个大纲呢导成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 这个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一个大纲 那我们每个快啊 每个快的话 基本上都会有配套的这个课堂练习 这个课堂练习都是来自leet code真题 或者说算法面试真题 或者说来自企业应用的一些题目 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 大概大概看一下 这个大纲呢 也在我们腾讯课堂上面是有的 大家可以 客户可以自己去详细看一下 这里面呢 我就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大纲上面写的这些数据结构呢 我都会带着大家从零开始一点一点 一行一行代码去实现这个数据结构 并不是像有些教程一样 可能把这个圆码拿出来 给大家阅读一下圆码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从零开始去实现一个链表 实现一个站 实现一个对立 实现一个二叉数 红黑数 对吧 实现一个哈西表等等 这些都是从零开始 一点零实现 这样的话 才有助于大家从零开始 去掌握这个数据结构 才有利于大家理解数据结构底层的原理和本质 关于更详细的东西呢 等我们后面上课 再一点一点跟大家讲啊